哈啰,大家好,我是Elisha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是 登登 没有错 泰国的零食战利品 一定要拍一拍 泰国的零食战利品 因为真的是在泰国的零食很 好买 真的是 如果不是我爸的阻止我的话 我应该会买比现在更多 很多很多很多 我现在开始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零食战利品 还有小小的试吃一下 首先呢 我先跟你们分享这个 这个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泰国的零食 也就是 俗称的海苔 我买的这个是东样味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是没有东样味 然后 我之前有吃完一包是 cheese味的零食 很难吃 真的是难 这个又是 他们很红的这个零食 我觉得两个应该是不同味道 这是 chili味道的 应该是很普遍的那种 chili味道 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这个我已经吃过了 超好吃 这个 我不懂是不是跟我们普通的紫菜一样 我现在来试试看看 蛮普通的 我觉得应该马来西亚都可以买到 没有什么特别 是好吃 一定是好吃的 他这个食材 小老板这个食材一定是好吃的 可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 如果是真的是有去泰国的话 拜托去买这个 东样味 好吃 你知道我在泰国看到什么吗 这个木瓜牛奶 是木瓜牛奶 而且它是同一的木瓜牛奶 我觉得那时候我一看到它 我就 竟然在泰国有卖同一的木瓜牛奶 然后看 可是它的包装跟台湾的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是那种 大一点的包装 这个是四方 长方型的包装 我就 想说买一盒来试试看味道 果然 一模一样 跟台湾的一模一样味道 我记得是 7-11有卖 Family麦好像没有卖 接下来呢 是我要喝的 他们很出名的那个 meiji的 草莓牛奶 我一喝我觉得 其实跟我们马来西亚 在普通超市卖的草莓牛奶 没有什么分别 不一定要在泰国才买到这样的味道 马来西亚也买到咯 其实还有出很多口味的 有banana 蜜瓜口味的 蜜瓜 很好喝 hot chili squid flavor的 这个 薯片 很熟悉的味道 啊! 炸饭的味道 为什么会有炸饭的味道 它嗅到的味道 跟我吃到的味道不一样 它嗅到的味道 普通薯片咯 它没有很辣咯 它就有点 Hot chili squid flavor 还好 又是lase的 honey butter flavor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 是因为 韩国不是很同 那个honey butter chip的吗 然后我已经试过那个味道 我觉得 It doesn't worth the hype 我觉得 并没有 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因为 大家都一直在 推荐那个 韩国的honey butter chip 我当我买回来吃的时候 我觉得 还好 所以我就想说 不懂这个会不会跟那个 一样味道 还不错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 咸咸甜甜的味道 这个好像比较好好吃 可能是因为韩国那个太贵了 所以我对那个很 失望 好吃耶! 肉 cake 我看到它们在泰国有很多不同的flavor 所以我就想说 把它全部买回来试看 这两个我都试过了 chocolate 就 真的是很普通chocolate 然后melan呢 也是很好吃 因为我很喜欢味瓜 那我现在要试的是banana banana我没有试过 这样子 banana cake的味道 banana就不用买了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们 普通 那种banana cake 那种 鮭蛋 他们都会卖banana cake的吗 exactly banana cake的味道 是coco french 这个是条状的牛奶coco french 然后这个我也是吃过了 我在泰国吃过 如果你们想要试试看 就是不同口味的coco crunch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 还好 不会想要囤货很多很多回家 下一个是泡面 泡面不算是零食 可是我还是想要介绍一下 因为之前我看 mac 就是在他的频道有介绍 这一个 绿咖喱的泰国泡面 我就是去 我去了Bagsy 我就专门 还开回我的youtube 然后去找mac的那个影片 看他介绍的是 到底是哪一款的绿咖喱 我一开始我是用很怀疑的心态去试 我是对他没有太大期望的 我只是想要试试味道 试完过后 爱上它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们有去泰国 或者是有看到这一包的话 大家不要犹豫 把它带回家 真的很好吃 American Corn Snacks 很香哦 爆米花的味道 好吃耶 有点玉米味的爆米花 它是牛奶糖 很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不想吃牛奶糖的话 应该不会喜欢 可是我觉得很好吃耶 好吃 Porky 我这个是banana口味的 我在Bagsy看到 如果你们是有 有打算要去他们的那种大型超市 像是Bagsy这种地方哦 我不建议你们在7-11 或者是Family Mart 买Porky 因为在他们的超市 很便宜 便宜很多 Mango 我觉得它 如果你喜欢芒果的话 应该会喜欢 可是对我来讲 还好 Banana Porky 真的是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本身 不是那么爱吃Banana的人 可是 我真的觉得 这个Banana Porky 很值得买 大家 就是 因为我在Malaysia so far 我是没有看过Banana Porky 我今天去交感情嘛 我给我学生吃哦 他也讲很好吃 很值得买Banana Porky 我 可以 不要买其他零食 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不买其他零食 可是 就是为了Banana Porky 我愿意舍弃一小部分的零食 真的很好吃 这个真的是一定要买 我们现在来去看 Oreo 它是 那个 我最喜欢的抹茶口味的Oreo 我很喜欢抹茶 我最喜欢是抹茶 如果有什么抹茶 抹茶口味的东西 哪有吃的话 记得介绍给我 它没有很浓很浓的抹茶味 但是有抹茶味啦 Green Tea Chocolate Dars 的 是这样子的 很浓的 那个 绿茶 的口味 如果是那种很甜的抹茶口味 它是 有点苦苦 好不错 所以这个很甜 如果你喜欢 那种 苦苦的绿茶口味的话 这 真的是很好吃 这个 Green Tea Chocolate 又是抹茶 这是Porky 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P Joy 它是这样子调装的 然后 Matcha Green Tea 就在里面 这个也很好吃耶 这个饼干 跟这个抹茶 加在一起的话 就刚好 就是 Balance到这个 很浓的抹茶味 因为它的饼干很好吃 然后 先来试试看这个 巧克力味道的 好吃 它巧克力很好吃 其实我讲零食很多 其实也不是很多吧 有一大部分被我们吃完了 接下来是 巧克力味道 很巧克力味道 普通 太好 因为我对 巧克力味道没有很 很有感 所以我觉得还好 我的 泰国零食战利品 就这样子没完了 我现在想要总结一下 我最推荐 大家买什么 第一 一定是它 Banana Poki 第二名 就是这个 绿咖喱泡面 虽然它不是零食啦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老实 而且它不会太辣 最后一个 辣 颁奖给 东阳紫菜 现在只剩这一包而已 吃完就没有了的啦 所以 我很争气它 有一个优秀奖的话 我会把它颁给 牛奶糖 应该普通人吃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普通的味道 可是 嗯 我很喜欢啊 今天的泰国零食 小试吃 还有战利品 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按个like 然后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 记得subscribe 我的channel 然后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